好了话说十几天呢就是新年了啊 咱们想给大伙送点祝福 那感情好 你是要送礼物呢 还是说几句吉利话呢 说的哪有唱的好听 来导播走音乐 且听 这歌词挺不错呀 小歌挺起心的 就是这MV做的不怎么着 也没一个画面 全是一张照片 这些小丫头都是谁呢 我一猜您的最主人就肯定不知道啊 这是一个女子的组合叫SNH48 你说这是韩国的还是日本的呢 是咱们中国的 是上海一家公司打造的一支女子组合 成立于2012年 SNH就是上海的简称啊 上海的简称啊 我还以为这个SNH是算你狠的这个组合呢 嗨 我这回知道了 这组合里边有48个人对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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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少了啊 这个组合有112名正式成员 天 112人 100多口的人占一个舞台上表演 这明明就是一大型合唱团吧 人家是分成五个队伍的 哎呦 那一个队伍平均也得二十多人呢 难怪我看照片 我都分不出来谁谁谁谁谁谁 谁老谁就想谁呢 只不过是咱们不太熟悉而已啊 现在的年轻人都可喜欢着了啊 算是国内乐坛比较有名气的女子组合了 哎呀我知道 现在的歌唱组合呢就流行人多 你看那个韩国有多少多少个少女时代啊 什么九个人的 对吧 还有男子组合也就是一出了七八个小帅哥是吧 这叫什么这叫策略啊 人多力量大 每个成员呢都有自己的粉丝组合在一起 粉丝的数量它不就更多了吗 对吧 你不喜欢长我这样的可以喜欢长黄晓明那样的 还真是啊 当今流行乐坛的是团体组合当道 不论是男团还是这个里边的花美男 喊这个野兽派 还是女团的什么性感火赖 无不成为当三年轻人追捧的对象 但是我说句实在话 这些组合都不是我的菜了 话说我还真值得杨叔的菜是什么 你想的肯定是曾几何时 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少女组合像繁花一样盛开 他们曾经在海报上盈盈浅笑 也曾经在录音机里低音浅唱 我的老好家 不是就一看呢 我们俩就是一个年龄段 不是这意思 这句话我绝对不认同啊